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0月份CPI同比上涨仍为6.9% 与9月份的涨幅持平 这意味着通胀情况并没有什么改善 有人说这好歹算是稳住了 也有更多人忍不住的感慨 这通胀可能是真的降不下去了 在周三发布的最新消费者价格指数报告中 加拿大统计局表示 较高的抵押贷款利率成本 也给通货膨胀带来了上行压力 但食品杂货和天然气价格增长了放缓 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汽油价格和利率上升 最近几个月 食品杂货价格一直是以几十年来最快的速度上涨 要知道 在刚刚过去的10月份 食品杂货价格比一年前高出足足11% 当然这个数字比9月份的数据11.4%还说略有下降 可尽管有所放缓 食品杂货价格同比增长速度 依然连续11个月超过了整体通货膨胀率 最新的通胀数字在总体通胀率连续几个月下降之后得出 在6月份达到8.1%的高峰后 通胀率已开始放缓 主要是由于天然气价格的暴跌 只是 10月份的天然气价格自6月份以来首次上涨 从9月到10月攀升了9.2% 生活成本是加拿大经济的首要关注点 因为通货膨胀 实际购买力严重下降 这也推动了加拿大央行迅速提高利率 杂货价格方面 水果 蔬菜和肉类的价格同比增长放缓 肉类价格年增长5.5% 新鲜水果价格年增长8.9% 而新鲜蔬菜价格年增长11% 统计局表示 尽管价格增长放缓 从商店购买的食品价格的增速 依然连续11个月比其他CPI影响因素增长得要快 新鲜意大利面价格年增长44.8% 人造黄油价格年增长40.4% 生菜价格年增长30.2% 这些是价格上涨最夸张的食品 通胀数据发布后 一些经济学家普遍预测 加拿大央行将在12月加息25个点 较之前预测的50个基点要低 加拿大央行自3月以来已连续6次提高利率 已抑制高通胀 在大流行期间将利率降至接近零的水平后 中央银行今年迅速采取行动 提高加拿大居民和企业的借贷成本 不断地通货膨胀最苦的自然是普通老百姓 一项新的调查发现 在食品成本上涨的情况下 BC省民正在改变他们的饮食习惯 包括减少外出就餐 降低去咖啡店的次数 以及选择更便宜 更不健康的选择 这项由Research Corporation进行的民意调查发现 绝大多数受访者表示 在过去两个月中调整了他们的食品支出 周三公布的结果显示 只有14%的人表示 他们没有做出任何改变 56%的人表示他们不再去咖啡馆 61%的人减少了外出午餐 64%的人减少周末去餐馆的次数 因为购买食品杂货的成本变得越来越高 在预算有限的情况下 三分之一的受访者承认 只能选择较不健康的食物 61%的人说 无法像过去那样注重营养 根据BC省的食品价格指数 2022年9月对比前一年的水平 食品成本同比增长9.2% 杂货价格上涨10.3% 而餐厅价格上涨6.2% 今天早上 安省教育工作者工会CUPE宣布 已经提交提前5天的通知 要求下周一11月21日恢复罢工 今早10点 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CUPE主席 劳拉沃尔顿召开记者会 称如果没有达成协议 将在下周一进行全面罢工 在周三发布的一份声明中 工会表示 尽管多次试图通过自由谈判 达成解决方案 但与省府的谈判再次破裂 向安省教育理事会 发出5天的罢工通知 这是一个艰难的决定 声明中写道 根据提交的通知 代表安省55,000名教职工的CUPE工会 将会在11月21日举行罢工行动 在调解人于10月17日 发布所谓的五董事会报告后 CUPE的教育工作者 依然处于合法罢工的状态 如果工会想再次罢工 则不必重新请求报告 但必须提前5天通知他们 打算要罢工 CUPE在本月初11月4日 已经举行过罢工 多伦多约克区教育局 纷纷宣布关门 导致孩子们没有学上 安省省长福特于上周一 11月7日做出让步 承诺收回立法 并提高薪酬方面的谈判 工会罢工两天后停止 但是与工会谈判重启后的 短短几天后 福特政府本周一废除了 第28号法案后才两天 工会今天再次宣布 将与下周一罢工 CUPE工会主席 劳拉·沃尔顿表示 工会和政府在达成协议方面 依然相距甚远 未经证实的报道称 福特政府将薪酬 4万3千以下的员工 从原来的每年加薪 2.5%提到了3.5% 其他员工则从1.5% 提高到2% 沃尔顿当时表示 工会不会接受 两级薪酬不同家福的提议 在周三晚些时候的 新闻发布会上 工会主席沃尔顿 证实这个说法 他告诉记者 根据集体协议 省府提供每年 一家元一小时的 加薪offer 相当于每年 加薪3.59% 安省教育厅长 莱切对工会 再次发出罢工通知 表示失望 莱切在一份声明中说 自恢复谈判以来 我们提出了 多项改进的提议 这些提议 本可以为整个行业 增加数以家元 尤其是对低收入工人而言 CUPE拒绝了 所有这些提议 他说 我认为这对孩子们 完全不公平 这是不必要的 莱切对记者说 今天在工会发出 罢工通知后 多伦多教育局 第一时间也发出通告 CUPE已发布 五天罢工通知 这意味着 如果无法达成协议 罢工最早 可能会在 11月21日周一开始 我们目前正在 最终确定信息 并将尽快 与家长们分享 最新消息 换言之 如果下周一 工会罢工 多伦多 极有可能 再次关闭 所有中小学 如果下周一罢工 学校又要通通关门 200万孩子 又要留在家里 家长们又要操心了 检控官周二便称 一名被指控 为中国政府 从事间谍活动的 魁北克水电公司员工 应该继续被关押 因为他有逃跑的风险 加拿大皇家骑警 周一逮捕了 35岁的王岳生 他来自于魁北克省 这是他在法庭 以间谍罪名 首次出席 皇家骑警指控他 获取商业秘密 未经授权使用计算机 被获取商业机密 而进行欺诈 以及违背公职人员的诚信 在蒙特利尔皇家骑警总部 通过视频短暂出庭期间 王岳生表现出震惊和不知所措 法官宣读了其控罪 这些指控通过口译员 翻译成了普通话 监控官反对被告保释候审 他说 鉴于情况与证据 控方担心网友潜逃的风险 换句话说 反对保释的第一个理由是 他不会回到法庭接受审判 王岳生门厅拒绝保释后 似乎很生气 他坚持要立即举行保释听证会 他的辩护律师 Gary和法官要求他保持冷静 Gary Martin说 这些指控是史无前例的 我认为这是第一次在加拿大 有人被指控犯有这些罪名 所以我们将看看法庭的认定 我们必须先查看证据 调查人员表示 他们收到了王岳生的雇主 Hedro Kuybek的警告 说他在能源储存和电池方面的工作中 可以接触到敏感的商业机密 皇家骑警指控王岳生 利用他工作中的访问权 为中国谋取利益 周二 一名自称是王岳生女友的女子 出席了聆讯 但他告诉媒体 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家中友好协会一名成员 对这些指控表示怀疑 并表示这将对两国关系产生负面影响 家中友好协会提纳朱表示 这类事情确实会影响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 王岳生的保释听证会原定于周五举行 但控辩双方一致认为 由于他们需要审查的证据量很大 因此可能会推迟 辩护律师还表示 需要时间提出一项计划 让法庭批准其当事人保释候审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回应 彭博社记者有关此事提问时表示 我不了解有关情况 家方应依法处理有关个案 不要将其政治化 如果以100万为借华定豪宅的话 那么加拿大人有10%住在豪宅里 根据Generation Squeeze一项最新的调查显示 由于住房成本高 大多数加拿大人呼吁 对价值超过100万元的房屋征收附加税 而豪宅屋主中的大多数也支持征收豪宅税 一旦开征此税 加拿大政府每年能增收50亿 本周公布的一项调查发现 62%的受访者支持对价值超过100万家元的房屋征收适度的附加税 据悉 这些房屋占加拿大房地产市场总数的10% 对于那些目前居住在价值百万元房屋中的人来说 有57%的人表示 他们赞成为住房不平等问题付出适度的代价 在周二发布的一份报告中 加拿大房地产协会表示 加拿大11月份的平均房价比上月下跌1.2% 如果实施这项税收措施的话 加拿大政府每年将增加大约50亿元的收入 许多民意调查受访者表示 43%的人支持额外税收资金用于为中低收入者减免所得税 40%的人支持将额外税收用于购买更多经济试用房 38%的人支持将额外税收用于减缓房价上涨 对附加税的支持在加拿大大乡省份区最高达到73% 其次是萨斯科特温省和曼尼托巴省为72% 阿尔伯塔省为68% 但报告也称 这些地区的房价通常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拥有百万元房屋的家庭相对较少 在BC省和安省大约25%的家庭拥有价值超过100万元的房屋 只有二分之一的收房者支持额外的征税 好了 以上是本期稿文播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您点赞和转发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